民進系統 sekarang第一集的其他的題目是 寫哲學搞哪科 那我們要檢討一下 借學一般被人的印象 大眾對他的觀感是否合理 他是否有正當理由相信哲學是這樣的 還是哲學不是這樣的 我們今天很開心 當然不只是我一個人說 當然請到很多耳熟人牆 大家見慣見熟 贊自己也在 當然 引人看 有大師兄 Roger 四哥 他說他的衣服很穩 所以我偶爾會幫他拔衣服 還有我隔壁的鹽叔 最漂亮的是我家的衣服 找了很久才出來 資金有限 我去喝也很少 這些都符合哲學的一般人對哲學人的印象 不修蝙蝠 衣衫藍流 不重視物質生活 其他不知是否真 窮應該是真 不如我們一開始說說 究竟各自我們用一些生活化的主題入手 說一下為何你去了讀哲學 令到你最後有沒有失望 因為我們今天最主要是想說 一般人對哲學的印象 而討論他們是否對 你還未讀哲學之前 都是一般人 你有甚麼印象 我補充多一句 我猜這裡很重點是談談 你想讀哲學的原因 其實是帶到一個普遍的哲學問題 你可以說後撤哲學的問題 討論哲學自己的目的是甚麼 有些學科很明顯清楚知識目的 譬如生物學研究生物 歷史學研究歷史 當然有很多複雜的事情可以談 但大體上明確 但哲學的目的是想獲得甚麼 其實不太清楚 尤其大家可能知道甚麼都會有哲學 究竟甚麼都是哲學的情況下 其實甚麼為止哲學 他想獲得甚麼 這句話我們會想從學師的歷程 如何進入哲學的學科 我去說一下 帶出討論一下 其實大家會覺得哲學是想獲得甚麼 我們又會想在這裡獲得甚麼 或者我補充一點 有一個對比很明顯 一般人都會爭論哲學是甚麼 我們都說哲學說了幾年 經常都會有些評論 這集就不是哲學 那集就不是哲學 他們好像未讀哲學 都會對哲學有一個conception 然後他們會覺得你那些不算哲學 我的那些才算 但科學歷史就比較少 最多是個別的內容不認同 但他們不是說歷史不是這樣 科學不是這樣 所以哲學這個學科本質 跟其他學科有少許不同 你為甚麼突然去讀哲學 我想跟很多對哲學有興趣的人 都差不多 就是一開始就會覺得 究竟做人為甚麼呢 有甚麼意義呢 為甚麼我不去死呢 為甚麼我還要繼續 因為很多人問你這個問題 為甚麼 很多人想見你死 就是問我為甚麼你不去死 搞到我也要想 為甚麼我不去死呢 為甚麼還要活著呢 其實他有成功 他打開了我的哲學思維 推到他的哲學思維 跟蘇格是第一樣的角色 最初都是對這些問題感到困擾 才選擇讀哲學 這是其中一個 另一個就是我以前讀設計 然後讀設計就覺得 我做這些東西好像沒甚麼意思 我的興趣使然 好像做一些漂亮的東西出來 然後幫一些商品賣好一點 但為甚麼這些東西是漂亮呢 我做這些東西是對不對的 我都會想這些問題 然後就好像這些問題是 要去到哲學的領域才可以得到終極的解答 那就會讀哲學 兩點是差不多的 真的不同 兩點是相對的 第一點是跟個人所關 第二點跟人生相關 第一點是關關於美人 confirmed healthy的觀點 第二點是他生命遇到的東西 迫得他不得不穩 我當然沒做設計師 他的設計要的是 joue 你为什麽 他要想什麽美麗 好像逼到你一定要想 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些哲学特征 我刚好读设计 如果我要在这类型 与美感相关的东西 我一直追问下去 就好像会到哲学 其他学幅我怀疑也是 例如我读数学 然后追问 数学究竟数字是什麽 它真的存在 它如何存在 好像都会去到一个哲学问题 我估计这个就是看人 有些科学家穷一身 他真的只是研究那很具体的 具体问题 他不会去到 我叫我的朋友买股票 都没想到这些问题 他会问的 我想到我有个朋友 阿全 阿全买漂亮的衣服 不停买 都不会 对美美没有反省 什麽是时装 怎麽是穿衣服 所以我们今天都不叫他来 所以都是看人 你有哲学的胃根 所以不一定会去到哲学 所以不一定会去到哲学 你自己都会反省这件事 可能是 我自己和四哥也有点似 就是我就是生命 不是说美学那边 就是生命那边 小时候很害怕死 我真的从小到大就已经很害怕 是超害怕 我还会是 你现在还害怕吗 这几年好一点 这几年因为 这几年是有些实在的 比死计可怕 是的 就是那种沉重 有些很明显的问题 就没有想到很害怕死 那些比较虚无缺的东西 我记得小时候出席桑礼 就超害怕 小岳的时候去完这些亲戚桑礼 是很害怕睡觉 因为很害怕 睡完就醒不醒 就害怕 因为不知为什么去完桑礼 死亡那些事好像很近 原来人真的会死 很记得去完桑礼那晚 整晚不敢睡 不停哭 其实一直到大 偶尔也有过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当时踏车 见到那些老人家 我看着我下秒就变成他 然后就死了 我有一个很大的欲望 做人为什么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就去到读哲学 这是最大的其中 所以读哲学 希望寻求什么 寻求就是为什么 做人为什么 死亡是什么 人都会死 我们下秒 我自己觉得下秒就变成老人家 我现在要做什么 安顿一些生命的问题 那种不安感 他们也挺苏格拉帝 他觉得哲学就是要准备 如何死 为死做一个军事 但他不是因为害怕死 他不害怕死 但他可能是思考完之后 他找了一个理论才令他不害怕 我因为没有人讨问我这个问题 我专闻更幸福 其实我都挺分享 专闻这个感受 去桑礼 然后跟死亡觉得很近 虽然我们现代人 常常看电影看漫画 很多时候都很多人死 但那些距离是很远的 一些虚构角色 或看新闻都有很多人死 但你不认识他 但当亲人死 我们去桑礼的时候 是一个你见了很多年 你认识他的人 他永远和你离开了 没有礼仕斗了 对 没有了封 永远再不能跟他有任何关系 所以这个也挺震撼 第一次这个人 再不可能跟他有任何交往 但我自私一点 我是想自己 下一个是自己 我都会因为那个亲人离开而很伤心 但我很快就想到自己 我都会变成他 你当好像是炸弹人 传了给你 可能我呢 他应该很开心 就很快就会变成我 但他不因为你很开心 老实说我小时候 某些亲人离世 因为不是很熟 不是太伤心 但那个距离 我真正了解 感受到死亡那一刻 什么叫离开这个生命 第一次看《破地獄》的时候 很震撼 还有这个歌曲的奏程度 对 总之令我那晚不停哭 然后捉着妈妈问 我死了去哪了 怎么办 但这跟《破地獄》很不一样 是的 我读着《破地獄》的时候 但很有趣 我又不是说 因为我不怕死 我反而反过来 比如刚才你说的 亲人永远见不到什么 都是太远了 我有点像猪迷 但我不是见到别人死 觉得自己会死 我从小时觉得自己会很短命 我到现在都觉得 我小学无端不白事 不知为何就觉得 我都学不到中学 所以我经常都记得 我第一天中学上学的时候 非常开心 真的能回到 不过立刻就否定自己 但也考不了会考 也不用那么努力 考不了不是成绩不到 是跳命去 没跳命去 结果第一天考回考 我记得考HITSHU很开心 真的能考到 不理你成绩是怎样的 你的人生很快 你真是向死存在 没错 然后考完 试完 居然可以考了那么多科 七科 不过也看不到成绩 真的放榜 结果没有 到了中六的时候 升到中六后 就没有再想这个问题 但这个从来都不是 我要读智学的原因 读智学反而纯粹是因为 中五 我们当时还考会考 中五考完会考 很早考完就没有工作 一段时间 又不知道能否升到学 于是就报了一个 别人的校外课程的 哲学概论课 之前我完全没有印象 首先有些人读智学 例如刚才你们说的 可能都会先对一些 切身问题的感受 第一 然后又会对哲学 有某些基本的印象 觉得在里面 会找到一些答案 或者找到一些方向 我是完全没有 虽然我都有那种 觉得很快会死的感受 但这跟我读智学没关系 反而我读是纯粹看下 那些校外课程选择毛尼拉坚的读 挺好 是很偶然 然后我还记得第一堂有20个人 第二堂只剩下10个 第三堂只剩下5个 然后教授说对了正常 那些人是这样的 可能跟那种失望有关 入到大学也是这样的 那些是走读 因为他继续有读 但进去我就会发觉 在很短的课程 因为他很一般地去介绍 哲学是什么 很简单的定义 接着有什么部门 认相学 知识论 伦理学 他都会每个课题 讲一堂地介绍一些基本想法 他也会讲中学哲学 讲庄子 我经常觉得很有趣 所以在上研之后 我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从来都没试过 这样去看这个世界 也不知道原来有些古怪的人 会想一些古怪的东西 后来我发觉我都挺古怪 但小时候你自己不觉得 因为你只是想自己的东西 但你发觉有些人很奇怪 这样也想到 这些都是问题吗 而且这样也叫答案 觉得很有趣 结果后来报大学的时候 就随便了 报纸就开始读 因为时间关系 我说我赶很久 我先问你 下一节 我很快就讨论一些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 或者我知道你有什么 我听过 我都挺震撼 我和四哥的想法都是 每个读读学 不是都应该像我那样害怕吗 我真的以为每个都是 你刚才都说很普遍 我后来发觉 看你叫不叫普遍 至少很多人不是这样 甚至好像Roger严肃那些 跟我说是完全没有感受到生命的不安 什么沉浸 人生意义 死亡 是没有 我是超级震撼的 原来有人还要读哲学 你说刚刚说的那些 只顾着炒股票 找钱的人 你还要读哲学 是完全没有这些 我是觉得超神奇 所以我觉得这一节 很快已经看到 其实牵涉到不是只个人 对于哲学是什么 都会有一个很不同的理解 究竟哲学和生命有多紧密的关系 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一会想 可能我们讨论下辩论下的议题 那我们这一节去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就 给严肃分享他的个人经历 我们刚才从一些个人的经历 希望透显出 其实哲学界对哲学是什么 都可能有两种或更多的概念 刚才严肃没有机会分享他的个人经历 我估计这里是听到个人经历 先引入一对概念区分 我经常喜欢用 或者我们学习在内幕都听到 用中文来说是不太清楚 因为中文也叫问题 英文会更清楚 或者其他语言也更清楚 就是problem和question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problem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人生里面 当然可以很细微的生活 或者大一点的人生 我们会遇到某些东西 可以阻碍我们 困住我们或卡住我们 甚至走得不好走不了 刚才诸文说 我不知道死了之后会去哪 我会哭 然后睡不着 会变成一个problem 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的一个 solution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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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随着你某个位置 会有些影响 对 会影响到我们人生如何走下去 当然有时候有些problem 未必是禁人生的 但也是problem 也会处理的 但起码是和日常生活和人生有些关系的problem 但有另一种问题的中文 英文就叫question 就是和好奇心关系大事 疑问 疑问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构成问题 不过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譬如我简单说一些纯粹的 纯粹的数学家 纯粹的自然科学家 或者纯粹的历史学家都可以 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 譬如有个proof 是否proof到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发生的 先研究一下 其实历史上发生了什么 我想研究一下 我只是想知道 好奇心 我未必有一个现实实际的指向 甚至知道和不知 未必对你人生构成问题 当然有些人好奇心太严重 他的problem 他的problem就是too many questions 我不知他 我很想知道 吃不到饭 究竟他朋友有没有喜欢过我呢 声音已经散了很久 不影响 但我真的生存不下去 可以是 但一般来说不会 就是分开两件事 有些疑问未必成为困难 通常都不会 其实是 好奇产生而已 我要的不是一个solution 不是一个解决科案 而是一个answer 一个答案 想知道为什么 它是什么 我想这样区分 就是因为 譬如我自己很强烈 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经常介绍自己 就是我对于很多学科 都很有好奇 都很喜欢 我喜欢自然科学 我第一个学位 是社会科学 这些我都很喜欢 我不是因为不喜欢才不读 但我特别是 在于 我这么广泛的学生兴趣里面 我对于所有稍微有实用意义的学科 都很没兴趣 稍微进入现实范畴 稍微进入现实范畴 稍微有些用 我就没兴趣了 我就没兴趣读那些 但我可以 你不要弄我要我医病 我就没兴趣了 你读政治 对于具体的政策 就没兴趣了 对 没兴趣 对 譬如econ 很兴趣 我就不想看了 哲学对我来说 我原本读的时候 是完全觉得 他是一个最离地 镜文 一些最奇怪的 但是最体现了好奇心 因为那些问题 是完全跟他现实 他们是最远的 之前那些自然科学 或其他历史 远极也可能有点近 不会完全掉下 但这些问题 真的完全掉下 譬如我举一些我们叫形上学的问题 超级离地 譬如 很无聊 譬如 譬如 有一样东西 譬如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 是圆形的一只杯子 圆形的东西是什么 也是他的性质 圆形的东西 独立于所有圆形的东西 很多是圆形的 这个世界 独立于所有圆形的东西 有没有所谓圆形的 这个问题很圆 对 圆形就是 这个圆形就是 这个圆形的性质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有没有圆形本身呢 可不可以独立于那些物体 有这个圆形呢 那你现在不知道 我讲什么正常的观众 如果有机会 要找一集讲一次才行 但我想说 很明显 知不知道不影响 他有另一个问题很快 而且这个问题 是远远流长 很久很久很久 讨论这个所谓 Universal 共上 这些是什么 所以更加 亦都显示了哲学 一开始很多问题 都是这一种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 斩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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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见过他一段时间 他又在那里 又是同一种 这些问题 无论是否知道答案 是完全不在于他们身为 我再举一个 又讲一只杯 刑上也会讨论 究竟是有一些粒子 组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杯 还是只有粒子 只不过是杯式的 例如这只杯 有一万粒粒子组成 一万粒粒子组成 一万粒子组成了一只杯 是不是多一样新的 一万粒子组成了一万粒子 但是一万粒子组成不太好 但是一万粒子组成一样 就是多一只新的 叫做杯 还是一样东西 其实只是多一只杯 究竟是假的 幻象 有些作家说 只有粒子 只不过是杯式 arrange的粒子 杯式是以杯的形式 去粒子 但是没有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杯 杯就是方便 我们叫一堆这样组成的粒子 这些就是形上海 刚才有一个组组论 我怎么知道 但我想说这些全是好奇 只是一些问题 我进入之后 或者我的初衷完全是这样 但我想说它很有趣 你要摆脱困难 面对疑问 很简单说 我人生是很快乐的 我现在说 我人生有很多困难 但我有个特别的性格 我逃平很强 困难在这里 我不看它就不构成困难 这就很快乐地 这个是形象的问题 这个就叫看开一点 是的 如果你问 有时倒回来 追求两件事 就是如果你觉得哲学 是追求wisdom 就是做人怎么做得好 有一个good life 可以有一个好的生命 可以有一个开心的生命 看怎么看 其实我某些意思上 挺有wisdom 我不是很被困扰到 但我追求多一点 就是想找knowledge 知识 truth 世界是怎样 那些事情是怎样 我想知道 就算你有多wise的人生 智慧也好 但你未必有那些知识 知道真正的东西得万是怎样 有智慧未必有知识 是的 我再说了一个小补充 就是 很有趣的是 虽然跟人生距离很远 但我刚才那种 纯粹离地的探讨 就是我对一些 很有价值取向的问题 都是很离地的探讨 我都会关心政治哲学 论理学的 但我都会挡配一个question 我不是困扰我的 但我想知道 不是因为你有什么 面对生活上的困难道德的选择 所以去思考 我想知道 怎样的政治制度是公义 怎样的分配是合理 但很有趣 这些尚细的question 方法出发去问的问题 有时候 会令我走得更远 因为我想知道的特案 反过来 会符回来 对我某些现实具体的处事态度 看法 会有影响 很离地地 没有实用价值追求问题的答案 竟然会有一些现实的指向 我觉得是有趣的 但这只不过是一个 幸福的结果 就算没有这部分 你觉得已经自足了 我已经有个问题 然后知道答案 就已经满足了 就算没有后面那部分 没错 刚才严肃那两种 其实我们是在围内 会很重视问题 就是我们这些 来一半 当我是先 因为后来 我放弃了这个身份 但我们一般会叫做生命佬 其实也不是纯粹个人 不同哲学家都会有不同的取态 尤其特别 我觉得这么重视生命的 是中国哲学比较有这个倾向 所以很强调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学生 我想哲学系的学生都是这样多些 你问我 多些? 我会觉得 看时代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他们都很强调哲学是要从生命出发 去回应生命的一些不安和疑惑 所以 因为现在的时间不够 很难具体交代整个中国哲学 但其中一个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不同 很多人会这么说 他们有一件事叫功夫论 就是他们讨论道德 好像严肃所说 西方都会讨论 但你可以很离地地讨论 对赛是什么 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不道德 是主观的 客观的 你可以很抽离 当一个理论问题去处理 但他们不只是讨论这些 反而更加重视修养的问题 功夫论的意思就是 不只是告诉你道德的人是如何 他告诉你过程 要做些什么 才能到达理想的状态 所以他们会讨论静坐 讨论很多冥想 讨论其他 你要看书有多重要 要讨论哲学思辨本身有什么角色 但我想说西方不等于没有 其实在古希腊的时候 其实也有些近似 例如Stoic 他都会讨论如何自我收养的方式 令到你个人 他们觉得是幸福一些 都有些类近的收养方式 我补充多一个 所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生命佬很多时候会觉得 这是哲学的本源 即是你们这些人 是走远了 或离开哲学本身 那你们会怎样想 我给一些个人的例子分享 我经常在Facebook 或社交媒体 说这些类似 有些人会问我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如果是探讨这些问题 探讨你做什么 我们以前做过某些离地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 哲学沦为 语言又欺人 或者我有一集 我记得说真的 就是说真的 看完这些人权的基础 在哪里的讨论 对于我现在面对人权的问题 究竟可以有什么帮助 我心想是没有什么帮助 其实只是知道 很多人权可以有什么基础 但对于解决 现实世界的人权问题 造成什么压迫 是零关系 我拿两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就是 很多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 我以前学中国文化 中青的时候 有一个很出名的 就是中国人 讲中文化的特征 就是重实用 会自于实用 但是 我喜欢整理 意思是这样 如果你很想 解决某个问题 会出现更多问题 第一 其实有些问题 很复杂很深 如果你很想解决问题 其实不容易走到那么远 如果你想用好奇心 去找的时候 你会找到很复杂 后面整个大的结构 反而还有机会再解决某些问题 第一 第二 就是 目的是解决实用问题 有机会停留在 表面上的实用问题 解决了就可以了 用一个现实的例子 就是 以前有很多民族 一起起桥 但他们起了一条桥 就可以了 他们只要探讨 为什么要起桥 然后起桥就可以了 他们不会尝试找一个力学原理 所以他们起不到金门大桥 起不到青马大桥 他们可以起到石桥 会否有机会再探讨深一点 不要只提到实用的层面 反而会找到更多有用的东西 这是一个有趣的讨论 就算对实用的角度来说 未必你用实用的出发是最好的 我也同意 因为至少我个人经验 最初我都说 纯粹是因为贪个人 觉得很有趣 但这件事本身 虽然没有什么 我首先由个人困惑开始 有个具体问题去解答 但由于接触到这些很奇怪的想法 会令我打开了一个眼界 我会学会借用别人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会看到一些我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里 第一其实是令我个人改变了 我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 当我会将某些以前不当问题的东西 当成问题 又或者会有一些想不明白的 现在突然多了个角度 可能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其实个人是改变了的 这个改变是会反映在生活上 尤其是智乐讨论的问题 很多时对道德标准的考虑 很多时是很基本的 我们常识 好像智乐很离地 说什么形相和知识论 好像很奇怪 但实际上你想真一点 其实我们在里面读的 只不过是搞清楚什么是真假 什么是对错 什么是美丑 这些是我们日常常会用的概念 但其实我们原来不是很清楚 我们怎样用 两个人都说某样东西很漂亮 其实可能在说完全不同的东西 大家都觉得某个行为不道德 其实可能大家的标准完全不同 但我们不拆过 我们只是最表面的一层说 对 所以读完这些 就会发觉 一方面 好像严肃刚才说 其实这些字不是这么简单 至少可以 不要说哪个理解才是正确 但起码意识到有很多不同 可以理解的可能方法 你便会开始看自己是怎样看的 然后再看原来跟别人不同 那可能有机会 然后再详细搞清楚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会令我重新想起 我以前做过的事情 你迫着 因为如果你以前觉得某些是对的 原来我可以免费换到一些玩具 回来的吃某个餐 那当然是换 但你想想一层 原来会不会牵涉一些不公义的问题 可能同时我会觉得 我不会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做个坏人 但有时原来你做了某些事情 根据你自己的某些标准 原来就是一些坏人会做的事情 但你不自觉 人是很混乱 很多时候你同时会接受 很多不同的价值观标准 然后有一时一样 你以为自己很统一 其实不是 那独自学是直接考虑这些事情 我觉得 就会令我反省到自己是一个 怎样的人 然后好像多了一个选择的空间 这是对生命有影响 第二就是很多 甚至会放得大些 因为他们讨论很多不同的问题 于是不只是关心自己 还会考虑到世界是怎样 开始留意社会公不公义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至少在这里 都会和生命突然间拉上关系 因为你一直想的时候 其实你到最终你都会有些选取 某些立场会比较接近一些 当你在经过这个思考里面 然后接受一个立场 它不是纯粹一个 好像开头有一个疑问你不知道的答案 然后就知道了答案 那么简单 它是会影响到你原来 发现到人生里面 你以前不觉得出现过的困难 原来是一些困难 然后它提供了解决方法 一个解决方向给你 这样融下来 我觉得很多时对我来说 好 那我们这一节就讨论了很多 哲学和生命究竟要有多紧密的关系 有所谓生命佬和理论佬的一个对决 那我们下一节回来 我呢 继续要扮生命佬去挑战他们 刚才的一个反驳 我们下一节再见 读了这些 就会更加帮我们清楚了解到 我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 究竟是怎样的世界 这当然跟我们生命有关 因为你了解多了 我可否很快回应 很快 我只有一句很快的回应 因为我听了炎叔和Roger的回应 我只有一句疑问 你们似乎正确认那些 比较看起来的 问题的答案的追求 你刚才的回应就是 不是 我估到你想说 所以我说不是 在最后 你也是因为它最后影响到生命 譬如你说 为什么对力学原理的研究是有意 因为最后可以帮我们起门大桥 所以其实它有一个迂回的关系 如果你只是重点在那些问题 你反而不能够解决那些问题 如果你离开问题 去探问那些离地的问题 可以反过来影响你的生命 可能起到一条金门大桥 起到一条精麻大桥 或者用Roger的说法 可以令到你生命对世界的看法 有不同的角度 之而此去 其实你们会不会是 在最后 你对问题追求的正确认 正确认 都是落到生命 所以最终这些问题 都只不过是 那个价值 那些问题的价值 或者知识 你刚才所说的 最终都是工具的价值 都是用来服用生命 我回答会不会有太多 你想先回答 你先回答 我回答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很远 我觉得你要 我不是一个去证明 knowledge本身有价值的 我是想说 攻击对面 纯粹 纯粹追求生命的 解决生命的问题 那些做法 其实往往会有自己的限制 他如果想做好 他自己那边的目的 解决生命的问题 往往可能离开 那么纯粹 那么实用 去解决问题的目的 走远一点 去我们这边多一点 对他们来说 更有用一点 但我自己不需要透过他 来证成自己的价值 我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人生的意义 很多人设计 就是哲学的一个点 但是很复杂 譬如什么意义 如果一开始问 什么人生意义 那就很烦 但是很简单的 你要讨论什么意义 是一个很重要的 语言哲学问题 是一个很重要的 知识类问题 什么人 其实又是一个形象 然后什么是人 这几个问题 我只是想说 探计到语言哲学 是极有用的 对于人生的意义 我计定 因为我其中一个 是语言哲学 但是你要学语言哲 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是超尼的 99%你会学到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想解决问题而读 你很难忍耐 走那么远的路 那么多学分 走那么多原点 其实和你的生命很无关 最终你会对语言 或者对意义的意思 有多了解 之后 你可能会见到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 他们如果只是很 走在那里解决问题 第一层做到的话 其实很难做到 所以我会反过来说 为什么纯粹的 哲学和生命形态 会是有时候未必走得很远 的一个挑战 我说很快 我的个人经验都是类似的 即是 我入哲学的时候 我是很失望的 开头 因为我很有一个欲望 你想想 我很想快些告诉他 人生有什么意义 大佬 我很害怕死 我事日无多 你又不告诉我 一向他读那几科 譬如读中国哲学 在那里讨论中国有没有哲学 鬼事吗 我只是想知道我死了 怎样стран 然後讨论中国有没有哲学 然后哲学又讨论哲学是什么 正如我们现在 那里地里 Semana 不然你快点告诉他 人生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是很失望 但我明白 后来就好像严肃一想 發觉 其实这些问题 就是一个容易答案 就是一定要 走到远一点 一定要多讨论 多一个问题 你最后才会答得好一点 我的人生意义的问题 所以我完全同意严肃 甚至我在过程中 享受到问问问问问 很有趣 我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 然后问问问问问问 一来他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二来我慢慢读读读 忘记了困难 没那么大影响 对追求问问问问问 超开心 超有价值 所以是扩阔了很多的兴趣 而不再是想我死了怎么办 对不起我截了你很久 大家不断地截着他 你说你说 我回应严肃刚才的说法 我这样听下去 似乎是将那种纯粹的求知 那种纯粹有个问题 觉得很有趣 满足我的求知欲 这种东西的价值 最终你一路的说法就是 最终其实是帮到我们解决那些具体的问题 我刚才的说法就是 如果我们接触那些具体的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很难解决 那要怎样 我们离开一点 问问那些意义 反而可以令我更加好处理到一些具体的 实际的 或者叫生命的问题 所以到现时为止 我听到的都只不过是说 为什么那些纯粹的求知有价值呢 最终好像就要用这些来正确的 我想问就是 有没有一些独立的说法 很简单 我不懂阿杰怎么看 很简单 你譬如我问我 我不用自由读例子 例如数学家 你证明到某个数学的猜想 是证明到的 那个猜想完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 但是可能很难的 竟然这样 不知道有什么精彩方法证明到 他有一种智性的满足 而且知道这件事是这样 那你可以讨论的 那我就要说我没有很简单 没有什么复杂的理论 就是这个知道本身 第一 对于我的人生来说 你一定是很棒的 满足了好奇心 第二 通常会再说的 但是可以不认同 我有一些难讨论 就是我会说他有一种内在的价值 就是获得 知道世界是真相亦点 知道获得知识 这东西本身有内在的价值 不为其他外面的目的 在这个角度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而且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纯粹就是好奇心 除非你拉得很阔 譬如我了解了一些问题 知道得更加清楚 或者我认识了一些理论 可以看到多些不同的面向 那我会开心 那也算是回到他的生命 所以他纯粹有工具价值 如果你拉得那么阔 那当然是 我看他也会开心 但这种跟一般 开始出现这个问题 说我有什么生命困惑 会解决 要直接去想 对有这些想法 他仍然会觉得 这也是很离地的 他们不会满意 因为你拉得太阔了 对你生命感当然有影响 现在问题正正 甚至我再讲得强一点 就是没有哲学问题 好像那些人的质疑一样 他说有一些问题很离地 不是直接去处理人的困惑 我说所有问题都可以去到最后 你找一个没有 我又不认同 我关心 我那一带真是纯粹地没有任何 你肯说我会有 我的意思就是 Universal的问题 有什么 我真的完全想不到 刚才说 如果你了解了这件事 想通了 也算是 也算是 如果这样也算是 你要记住 我现在回应 有些人说 你最后 你把它看成纯粹是工具价值 唯有你便说到这样 如果那些人 例如你想这些Universal的问题 一方面 其实他到最后 可以扣连到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上 第二就是 就算不是 他纯粹是一些智性上的出现 如果你也说我这些都是工具价值 因为你会开心 你知道真相 例如你有求真人 想知道什么叫公义 然后再看想 想活在一个公义的世界 了解多些 有一种这样卑微的快乐 也算是 下跌 那便是 那我认的 但是很怪的 质疑就不成立 当然我做这套路是OK的 但我有一些想退回 就算没有任何快乐可言 那件事我本身也想说有价值 我也想这么说 或者我不反对这个 因为我试试 或者你未必是对立的 但我试试拉阔一点说 譬如举例 有人类成功攀登国 全世界最高的山 或者曾经有人类跑了100米 在9秒以内 或者某一幅艺术品 画得很漂亮 但没有人看过 所以没有带来什么快乐 这些本身已经有价值 我想说价值是很多元的 而工具价值 达到某些 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价值 当然有 但似乎不是人类的唯一 而如果Live那些有价值的话 你可以问那些有什么价值 而往往我会想 那些很多时候 从个人来说 本身已经有价值 那件事本身只是做 第二 从族群来说 甚至说 人类有没有achievement 我觉得这个位置已经是有价值 我假托在外面掃 那些我同意是内在价值 所以连开心也不用 而为何有内在价值 我觉得跟人是有些关系 我可能有些粗糙的理解 就是我觉得人以外的动物 always practical 即使你像小鳥 我看过那些纪录片 跳舞 排舞 弄到他的柴子很漂亮 他们会排舞 真的会 真的会 需要有一块镜子吗 真的会 超瘋的排舞 他们有 他们还练 有人扮演那只痴性的鳥 是吗 是很痴性的 但他们是否还未 他们是为了求求 他们always practical 我觉得那些东西的内在价值 我同意严肃 我觉得这个是 最能展现到人的光辉 我觉得 你竟然如此纯粹 即使数学家很痛苦 他们都继续在问数学问题 数学家很痛苦 都继续问 universal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种求真 或者这种求纯粹的过程 是有内在价值 我觉得跟人的一些特质有关 我完全同意严肃的说法 有些东西就算 好像连开心也未必有 你知道了某些东西 但也有它的内在价值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所以正确就是 我会觉得那些质疑 这些 即是说某些智学问题 完全好离地 跟人生无关 可能分几点 第一就是 到最后我觉得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 这是开始说的 第二就是 甚至一些 好像没有直接回应 人生问题的事情 其实它都有它本身的价值 因为它可能 好像朱文刚才所说 它展露了人的某一些特性 这个不单只是找到答案 甚至是问这个问题本身 也很有价值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我反而挑战问题 就是当有人说 你处理这些离地 跟人生无关的问题 其实它在问什么 一是它将除非说到 连知道真相之后 有那种满足感 开心 你也说到 你只有工具价值 因为最后你也有那种开心 除非这样 但已经跟原本的挑战 这说法是不一样 扩得很大 第二就是 甚至回到最基本 当他说某些哲学问题 所谓是没有意义的时候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清晰 因为某些哲学问题 对某些人是没有意义的 很多时候 说的人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 他觉得这个很离地 是因为他没有想过那些问题 所以其实那些人问的 可能我觉得很多时候 是在质疑某一些哲学问题 是跟他在想的问题 纯粹是 所以我猜我们这节 就尝试从一个 离地的探问 去回应所谓生命佬的质疑 可能发现第一 这个议员对立 没有真的这么对立 很多时候那些问题的答案 反过头 可以影响到我们生命的不安 那些人生意义问题 又或者其实他本身 都是展现了某种人的理性 或者他的特性 一些有内在价值在内面 我们下一节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三节 有些个人经历出发 然后又讨论了很多 究竟生命佬 是哲学的本意 还是一些离地的探问 有价值等等这些问题 我想在这节最后 直接问一个问题 究竟哲学为什么呢 哲学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哲学搞哪科呢 我再说话 那些观众应该相信 已经骂到我疯了 不用再说 刚才骂很久 对不起 对不起 试过粉丝可以出征 你叫粉丝不骂我 我没有粉丝 叫粉丝乖一点 你不说这些 被人骂我 我回应一下 严肃的说法 其实我是完全赞成的 严肃说知识有一个自足价值 就算没有任何实际功能 甚至乎我读书不能令我开心 但我在知识领域迈进一步 其实都有一些价值在 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你设想有两个宇宙 其中一个就像我们有人类的宇宙 或者有智慧的生物的宇宙 然后有些人了解了宇宙如何运作 知道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 另一个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从来没有一些有智性的生物 可以了解到宇宙自己本身 那我就会觉得很明显 我的直觉就是 当然是有知识的宇宙 是会价值高一点 所以这一点我是赞成的 就是知识本身有自足价值 但是我的疑问就是 哲学究竟是否给到知识我们 这件事就成为疑问了 我觉得在哲学史上的确有一段时间 是觉得我们可以单凭纯粹的思考 就可以获得一些知识 这个就是形相学的领域就很明显 就是譬如心灵是怎样的 灵魂有什么性质 它会不会灭亡 这些是你不能做科学研究 你不能观察的 又或者时间本身是什么 这些也是不能做观察的 有些作家相信我们可以通过纯粹思考 去找到灵魂这些东西 它自己的性质是怎样的 然后进而证明它会不会灭亡 它为什么不会灭亡 或者宇宙是否无限 都认为是可以通过纯粹思考找得到 这些就是知识的工作 而这个图片似乎是将知识看成为 类似于自然科学 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意思是什么 它可以discover这个世界是怎样的 不过它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是纯粹的 它又纯粹思考找到这个actual world 其实那些是怎样的 但这种想法 我自己的读书的过程 读到康德之后就有些质疑 康德的说法就会觉得 我们单凭纯粹思考 其实是不能够获得一些 确实的知识 所以那些传统做的形相学 就好像全部都觉得做不到 他认为是 因为人的知识是有界限 我们不可以单凭从他思考 就知道那些东西是怎样的 结果就是当我们再做形相学 我们究竟是否在发现这个世界的东西 是否给到一些知识我们 这个我就觉得挺有疑问 我最近读了一些知识家的说法 例如有一个叫Alpha Lloyd 他说法就是他会认为 知识反而不像科学 不是discover这个世界 而是怎样呢 是似藝術 其实就是 因为有很多知识的 这些知识可能科学给到我们 我们要相信的 这些知识 即是我不是科学家 我唯有相信他 但以这些知识之余 但我们的概念 我们怎样理解这个世界 我们要做一个图形 令到这些知识 即是coherent 这样砌在一起 但这里是有一个空间 即是我这样砌 还是这样砌 而这个活动就是哲学做的 他认为 但这个其实有一个自由度 只要你没有违反那些 facts 你便可以这样砌 所以他会觉得 哲学其实更加 应该 将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 去理解自己 就是我其实是 为这个世界画一个picture 去理解这个世界已经有的 facts 和那些事物是怎样 似藝術多 会否像小时候砌植木 植木来去都是那种形状 甚至我砌的同样 都是砌车在这里 然后砌屋 但可能两个小孩 就是在拗 小孩喜欢拗无畏 这里有间屋 那个有钱人开车出来 不是 这是一个穷人 偷偷偷人的车 开来这间屋 然后说不是 明明是有钱人 你看到的都是那些植木 甚至我当它都是车 也不要说你还可以 将旧植木解释为其他事物 就算是车也是屋 但背后整个故事 当然要基于你有的那堆植木 来说 不可以平行说 但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些就好像是 哲学家在这里 可以做来组织 给一个 说出不同之间的关系 和意义出来 而可以两个哲学家 是很不同的 即使面对同一堆 这堆植木或玩具 我想问四哥 究竟Alphaloid这样说 他会觉得 有没有标准可言 第一是问为何要这样做 第二是如何是好的诠释 是否所有诠释都可以 有没有更好的诠释 这是令我想起另外一些 哲学家 例如有个法国的哲学家 叫做德拉茨 他是非常类似的说法 他说工作是 编辑的概念 所以他不是觉得 要找一些客观在那里的真实 他认为很多时候 我们会让我们的概念框架 影响了我们的世界 和我们的经常限制 所以我们不停 透过多一些方法 去研究世界 令到我们可以有多一些空间 不要给一些既有 其实不必然的框架 限制了我们 所以是一个解放的过程 对他来说 但Alphaloid未必会这样说 我想知道他为何会这样做 还有是否有高低可言 我可否再问多一个质疑 因为四哥的论述起点是 如果哲学是跟自然科目的一样 是寻求发现世界的实现 不过自然科和哲学的分别 唯一是方法论的分别 即是自然科目要观察 自然科目要观察 自然科目不需要 纯粹靠思考 四哥似乎预设了 由康德开车 发觉根本就获得不到 认识不到实现 纯粹靠思考 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质疑 如果哲学是可以的 其实哲学便可以继续做那边 我不是反对哲学作为一种 近似艺术的评论价值 但你也不能够抹杀 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实现 因为似乎我觉得 虽然未必有一个很互相 但我觉得哲学有些进步 很明显地 对于认识实现 由那些离地的问题 我都觉得有一定程度的进步 其实如果你的论书是建基于没有进步 哲学不能够单纯思考去发现现实现 所以要看它成为一种近似艺术的认识 这个前提我觉得也是有些可以质疑的地方 这个绝对是可以质疑的 这里真的有时间讲的一个形象学里面的讨论 但我轻轻补充一点 我们会觉得哲学好像给到一些发现现实现 但我觉得要想清楚 究竟它是建基于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 然后再把这些事实搞清楚 譬如那些事的存在论地位 还是真的可以发现到一些新东西 但你搞清楚它的存在论地位 是不是发现了一些新东西 发现了它是远远方的存在 所以刚才的说法 你不能说你刚才的说法 不可以有个智商矛盾 你不能说你发现它的存在论地位 你应该说我用这个方法赋予一些存在论地位 有不同的存在方法 应该这么说 这些事实我再分享 还是一个发现 所以四哥的说法 我所谓的形象的进步 它可能会提供新的视点 新的观点给你看那些事实 所以你这样看成一个杯 所以所谓的形象的发现 也不是自然科学那种发现 只是给一个视野你这样理解的存在物 四哥刚才的观点是这样的 其实是没有说到的 没有说到 因为他那本书主要是讲艺术的 现在我试试 你的问题是 的确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 其实我都不清楚 究竟只不过是不同的解释 我们有些事实在 你可以这样去解释 这样去理解 但是我们很自然就会问 那这些不同的解释 是不是有一个好点的呢 我们会问 那我们都要选择一个 就是我们要生活 但你永远说得到 你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你可以用目的做一个评价标准 譬如 我都要问他为何我要选择一个解放 作为目的的一个世界观 我也是要问 所以 怎样也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终极标准 阿弗洛就没有说 但他既然用艺术做一个例子 或者一个比喻 去解释什么叫做 其实我怀疑 他也是用一个艺术的标准 去理解 所以我们那个 譬如有两个世界观 哪个世界观比较好呢 他似乎就是用他的艺术的看法 但是他的艺术的看法又很古怪 其实他觉得 去到最终 艺术做的事 只不过是 有些像Wadger刚才说Mill 我们现在有很多常识 有很多常识都是有一个源头 不过我们忘记了一个源头 我们没有读历史 我不知道那个源头 然后我们就理所当然地活着 在这个世界 将它视为理所当然不可打破 其实他会觉得 哲学做的事和艺术做的事 就是同一类型的事 就是有些我们日常生活的事 然后我们就令到他被我们意识到 然后令到我们可以检查 然后再丰富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 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不像The Learns 其实他不是提供一个世界观 他在这裏 反而是刺激我们日常生活 一些理所当然的事 令到我们重新思考 但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一开始讨论的出发点 就是有一个看法认为 哲学未必发现知识 就算传统以为 哲学发现知识 也不是科学那些 于是发现另一种很特别的知识 不过原来不是的 因为应该好像看成艺术 它是创造一些 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 或者之类 甚至创造一些概念 你用哪个版本也好 总之背后都很自觉 没有一些世界系点的知识 是需要由哲学去发现的 我有个想法就是 这个很有趣 因为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这个讲法本身 似乎是哲学家说的 或者你见不见哲学家 也无所谓 这是一个哲学反声活动的结果 就是他告诉世界是怎样 这个世界就是跟科学家 如果根据最传统的 世界是不止科学家 说的那些事实 还有别的事实 如果好像刚才那篇 不是的 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 包含一些可以利用 一些某些方法去发现的事实 但这个讲法 其实本身就是 对这个世界某一个事实的描述 于是 世界没有那些被哲学发现的真理 对 但就要好像 譬如 你用艺术来 传释什么 这个也是关于世界系点 一种 他讲的时候 似乎将它当成是 某些真的事实 或者要至少 给其他对世界的解释 好些解释 否则只是其中一种说法 没什么意义 他要好些 但好些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更加符合事实 所以他是反对 如果用艺术方式去理解 他反对用科学的方式 或者是传统型数学的方式 去理解世界 只是三种不同的 理解世界的方式的比拼 然后看看谁赢 不是另外好像抽离了 因为本身的 就是说这类立场的人 都好像是想我离开 我不玩这个游戏 大家都只是提出一些解释 这个正正是 如果它有效 其实就是对世界的一种知识 所以Roger最后的说法就是 他自信 我想回到最初的问题 究竟哲学的目的是什么 很有趣 很简单说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 肯定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但我不是 我是一个哲学内的 我觉得其实无所谓 哲学可以追求 追求知识 追求知识 追求解释 追求世界理解的重新更新 或者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只要有价值 而不能用其他方法 例如科学 或者历史方法做到的时候 这个自然是一个哲学可以 可以入手 而帮助人类 找到有价值的方式 所以我会 挑战我 我不太介意 我觉得你为什么要搞我 你觉得你没有价值 你不要理我做的事 人人有很多不同的目的 我会觉得 可以用一个多元主义的角度 去理解哲学的目的 我自己 所以我自己都补充一个人 很老套 我觉得哲学是一种态度 只是一种理性反省的态度 你最后有什么目的 反省什么 subject matter 其实是超级open的 我觉得我都补充 我其实挺喜欢康德一个说法 他最后说哲学做些什么 不是你背了多少理论 你知道哪个哲学家说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 哲学思考 究竟争论什么 不同类型的题目 你没有兴趣便算数 但你自学之为自学 就是你一定要自己思考 哲学的精神才是最哲学的 我都要补充一个 也很公平 根据Nagel的说法 很多时候哲学问题的价值 不是在于你一定找到答案 而是他反映了 只有人才会问某些 因为他的特别结构 才会问某些类型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本身的研究 其实就是体现了人的特性 和帮我们理解到 同时人的某些很重要的 一些基本存在的特质 好,根据我们的说法 哲学就是这样谈的 你不要说话 你放下光不太逆 好像那些日本人 对,日本人也是 所以我还以为 你穿上蓝色的 对